长照法修正草案十一号三度通过 确定未来将以税收制来扩增长照裁员 主要加增一赠税从百分之十提升到百分之二十 烟税部分一包烟调整二十元 不过有学者认为保险制因为有基本保险费设计 裁员相对较为稳定长久 遗产税都一直在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增加遗产税的话 他就可能把这个钱移送到国外 会用其他的方法来造成 有学者则认为无论是税收制或保险制各有利弊 但对于偏乡或原住民族地区 重点是政府在基础长照机构 或是车辆硬体设备等行政力与执行力程度 才是最大影响关键 真正重点是政府的投入度 还有被服务对象的这个收集 我认为这一部分应该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部分 政府应该不计代价 也不计所谓的成本 也不计说未来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来营运 这本来就是政府要用税收 税收来去完成 至于缺乏长到资源的原住民族地区 能够得到多少资源 原民会表示有法院确立裁员之后 一年预估硬体设施或附居部件 费用会有十亿多 外界质疑裁员不稳定 易变动的部分 卫福部表示上路两年之内 还会在针对长照裁员建制进行通盘检讨 研理其他税收或采用长照保险制的可能性 记者喜顾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